照片上这位男子 蓬头垢面衣衫蓝绿 活多脱就是一乞丐 不过您可千万甭小瞧这位乞丐 他可是最近红的一塌糊涂的巨星 不仅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而且就像一股旋风一样 席卷了日本 甚至在欧洲和美国 也有很多人知道他 那知名度老高了 那您要问这是谁 估计会有很多人笑话您 孤陋寡闻不关注新闻 他呀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利哥 在网上的搜索引评里 输入西利 马上就会出现各种有关西利哥的资料 有关他的网页 足足有67万3000多元 能够达到这种知名度的人 只有国际巨星才可以做到 为什么西利哥能有如此大的知名度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今年2月23号 一个帖子在某网络论坛横空出世 帖子的内容很简单 只是发布了几张照片 照片是在街头拍摄的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有一种放荡不羁 与众不同的感觉 让很多人觉得他非常酷 不仅是相貌冷俊 气质也很独特 迅速就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知名 这个帖子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了 因为这个男子神情忧郁 眼神犀利 犀利哥这个称谓 救死横空出世 这照片里 犀利哥是一身流浪汗的装束 头发蓬乱 衣服那是东拼西凑 胡乱搭配 脏乱不堪 腰间还系着一根刺眼的布条 整个就一叫花子的打扮 可是这一身装扮 经过网友这么一解读 那就不一般 这犀利哥究竟是什么人 怎么会在网络世界里掀起这么大的风浪呢 其实犀利哥的窜户呢 纯属偶然 这事情的起因呢 就是有人在宁波街头 试着用心买的相机的时候啊 突然就看到了一个街头流浪汉 于是呢 就随便的拍了那么几张照片 随后呢 又把这几张照片传到了网上 因为他的形象和着装 正好符合了现在流行的混搭潮流 有听过网友对其照片疯狂的PS 加上一些人大肆传播 习利哥自然就大名鼎鼎了 很快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甚至在港台地区日本乃至欧洲美国 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有人出来说话了 宁波一个署名为老馋猫的网友发帖说啊 他认识西里哥 西里哥虽然是乞丐的扮相 但是他不会乞讨 而且呢 不会与人交流 一个很可怜的人 那么这个网友和西里哥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了了解西里哥的真实情况 我们栏目的记者呢 专门赶到了浙江宁波 这费尽了周折 才终于找到了那位网友老馋猫 他的真名呢 叫张伟 就是我跟那个西里哥认识是在2008年嘛 当时我在做一个社会调查 就是说调查他们这类的人 一种生存状态 他当时穿着一套浅色的衣服 那个手里记着一根 有类似编的那个诗经吧 当时我就去问了他两下 当时他没跟我说话 我说你在干嘛 肚子饿不饿 他就看看我 没跟我说话 老馋猫通过和西里哥的接触 发现西里哥少言寡语 跟人沟通有困难 精神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跟社会脱离太久了 能与人之间的交流 可能已经有 若干你没进行了的话 他的那个表达有点困难 他是游走在人与动物之间的 一类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 漠视他们 他们就是一种动物 如果我们给他们一种关爱 我觉得他们 帮他们一下 那么他们就是人 网友老馋猫介绍说 西里哥在宁波流浪已经好几年了 最近短短的几天 西里哥突然是大红大紫 这让他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让原本精神就不太正常的他 变得更不正常了 在宁波 西里哥经常流浪的地方 我们的记者见到了一位清洁女工 她大致了解西里哥的生存状况 我们认识好几年来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平时讲话的 他一般不说话 你要是给他吃一点东西 说谢谢就这一句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没问过 没有 他一个朋友没有 他每天都住在地下道 他住在那个纯束电梯 我嫌他可怜吗 跟保安说一下 我说别的 别的乞丐不可以住 他可以住在下面吗 他就是这么样的吗 没有 他什么都不说话 我们什么都不叫 都是你我 我捡点东西给他吃 他就拿走了 老蝉毛的帖子在网络上发表之后 很多人对西里哥的身世更加的关心 因为看到这个正直壮年的男人流浪街头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帮助他找到家人 那么西里哥的家究竟在哪呢 很快 这有关西里哥的身世 在网络上就出现了好几个版本 一种版本说他叫王军来自湖南 还有人说呢 他叫王玉明 还是个失败的生意人 这最雷人的一个版本啊 是有一位身家千万的富姐发帖子说 西里哥正是自个儿走失了多年的丈夫 而最不可思议的说法是 西里哥是98年的抗洪老兵 曾经获过嘉奖 哎呀 这几个版本的出现立即就让人们从最初对于西里哥的追星热潮上迅速就转移到对西里哥身世的极大关注上来 这在网络和媒体的报道之下 西里哥的生存状态一直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一场有网友媒体以及救助站三方联手寻找西里哥的行动 在宁波街头就展开了 3月3号 老禅猫和宁波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以及记者通过努力 终于找到了正在街头流浪的西里哥 他们打算把西里哥带回救助站 联系他的家人前来任命 然而西里哥的情绪却非常不稳定 极不愿意去救助站 刚才讲了 他的状况很不好 如果记得状况很不好 如果像他这样在外边再继续流浪的话 你说对他生气有好处吗 但是如果一下子你改变了他的生存的一个怀境 你觉得这样对他做好吗 你看他现在是用什么样的状态 他以前没人关注他的时候 他觉得他很快乐 他刚刚跟我说他很害怕 西里 对不对 那么就是什么东西呢 救别受他 就他看一看你 他等到我给你放红了 你要叫我什么样把你保护起来 我用鼓起来真的 我用鼓起来真的 我用鼓 想哭 他想哭 他跟我说 他说 他叫我哥的嘛 他说哥我害怕 他说我的脚在发抖 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 有那么多人 他说围观我 给我拍照 给我摄像 还给我东西 他说 他说我真的害怕 他说我还能像以前一样生活吗 他说 哥 他说你要 你要保护我 他说你要跟以前一样保护我 你要 你要答应我 但我不知道 怎么样去做 听我的话 你一点不要怕 人家不会答应你也不会骂你了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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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的话 不要哭 听了没有 我认识他的 所以你说地下到底下好吧 去哪 不要怕 西立哥最终还是拒绝到救助战去 可能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流浪的生活 不过他的身世却仍然是个谜 就在所有热心人都在为如何救助西立哥操心的时候 一位在浙江金融学院读书的大学生说 这西立哥很像他的一个邻居 他告诉记者 西立哥是他们家乡江西上饶鄱阳那一代人 早些年和他的同乡一块来到宁波打工 根据这个同学提供的线索 记者就联系到了远在江西很可能是西立哥亲人的陈国胜 在电话中啊 这陈国胜激动的说 想来宁波辨认一下 他觉得西立哥真的很像他走失了多年的亲哥哥 3月4号 陈国胜和他60多岁的老母亲从江西赶到了宁波 在宾馆里 陈家人得知 就在陈家人来到宁波的前一天 西立哥已经在众人的劝说下 住进了宁波市 因为已经过了晚上的探望时间 要想看到西立哥 只好等到明天 那么西立哥是不是陈家人 一直在寻找失散了十多年的亲人呢 记者给陈家人播放了西立哥的一段录像 希望陈家人能够再确认一下 哦 听到了 他跟我们打手嘛 他一直叫他们走 旁边不要睡 叫他们走 可能叫他们走 这个完全没有 哦 对 就是说我来了 你们听错了 不是晚上 是晚上 晚上 晚上 就在播放西立哥录像的过程中 陈国胜的老母亲一直在旁边偷偷的哭泣 现在这娘俩已经十分的确定了 录像中的西立哥就是他们要找的亲人 陈国胜还带来了他哥哥年轻时的照片 他说西立哥百分之百就是自个的哥哥 他的真名叫陈国荣 这陈国胜说啊 他哥哥陈国荣已经失踪十一年了 算起来今年应该是三十四岁的人了 当年他哥哥在家乡已经结婚 还有俩孩子 这些年来他们家人是找遍了一切可以去找的地方 但是都没有任何的消息 就在三四个月之前 陈国荣的妻子和父亲在一次外出寻找他的过程中啊 不幸遇到了车祸 两个人都去世了 这一家子是死的死丢的丢啊 他的母亲每天是以泪洗面 哭哑了嗓子 哭坏了眼睛 如今他们终于知道了陈国荣的下落 他们急切的想与他相认 第二天一大早 宁波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和网友老蝉猫 找到了陈家人 经过一番交谈后 工作人员拿出一张西立哥昨天在精神病院写的纸条 纸条上是西立哥写的自己的名字和家乡的地址 经过陈家人确认 姓名地址都准确无 这就基本上可以确定 西立哥就是失踪了十一年的陈国荣 身份得到初步确认后 陈国胜和母亲马上赶到了宁波市精神病院 但他们并没有能够马上见到西立哥 宁波市精神病院的医生表示 经过检查西立哥的精神存在一些异常 医生建议为了不影响西立哥的情绪 只让陈国胜和他的母亲去病房里见西立哥 那么亲人相见之后究竟是什么结果呢 西立哥在十多年的乞丐岁月里 究竟都经历了哪些悲欢离合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 稍后为您接 网友回来 咱们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我们说到 一个流浪汉 西立哥受到了网友们的热捧 成为了大家追逐的明星崇拜的偶像 可是现实生活中 他却只是一个流落在宁波街头的流浪汉 江西一对姓成的母子呢 来到了宁波 他们认定这西立哥就是他们家 失踪了十一年的大儿子 成国荣 宁波精神病医院出于稳定病人情绪的考虑 还是让成家人和西立哥单独见面 成国胜与西立哥见面之后 出来时脸上满是喜悦的泪水 到宁波后 成国胜脸上第一次是露出了笑容 他和哥哥终于见面了 这也让之前关于西立哥的身世的种种猜测 还有不同的版本都不攻自破了 失散了十一年的亲人终于团聚了 西立哥从此不用再流浪街头 这样的结果呢 无论是对于成家人 还是所有关心西立哥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让人感到高兴的结果 成国胜呢 把哥哥接出了精神病院 准备一块的返乡回家 可是成家人通过和西立哥一天的相处啊 这原本高兴的心情 诶 平添了一份担忧 在成家人居住的房间里 我们栏目的记者第一次见到 修过蝙蝠之后的西立哥 现在我们应该叫他成国荣了 他的形象与网络红人西立哥相比 已经是判若两人 唯一不变的 依然是沉默寡言 他原来的时候是也这样嘛 就是 原来的时候就是 虽然内向 但是也说话 原来的时候你是为什么说什么 啊 还这样 内向 不管家人们怎么询问 成国荣始终都没有太多的话 和亲人之间 似乎还隔着一堵看不到的墙 经过十一年的寻找 看到亲人变成眼前这个样子 成家人感到非常的伤心 一跟他一接触的话 跟他一说话 他不难一说话 有一点说话就有点不正常 我以为是那时候人多嘛 记者也多了 后来也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一个晚上一个人单独在一间房间里面 我以为他 没经过这个场面 吓走了还是怎么样 我就说 把他领出来 看我们来跟他沟通 因为时间长嘛 像颇余想跟他说话嘛 想跟他交流一下嘛 看看什么 还在通过一天 一天的结束 发现他还是 他跟你们交流吗 也很 不过你记发他 他就偶尔不说一两句 昨天晚上给他说话 还能记得吧 所以我今天都很着急 别着急 这个事记不得及 慢慢会好的 慢慢来 不要着急啊 不要着急 慢慢来 能听懂没问题 十一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究竟是什么 是西立哥发生如此大的巨变呢 因为西立哥不想说话 里面的原因一时之间 似乎也无法说清楚 不过能够找到亲人 已经是让程家人为之高兴的事了 程家人相信 等回到家里 通过他们的悉心照顾 会判来程国荣康复的那一天 第二天一大早 程家人和西立哥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当地政府还特意组织了车辆 送程家人回家 赶紧放一下吧 放下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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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好 可以 一个个的拥抱 一句句的祝福 西立哥的脸上 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人们也都在祝福着西立哥 能够早日康复 这是我们车子 卖给你的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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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就到家了 回锅养了 回锅养了 一路上 程国荣还是不言不语 只是默默的把脸扭向了窗外 要么就是把头深深的埋进母亲的怀里睡上一会儿 毕竟他和亲人分别的太久太久 十一年未归的游子就要回家了 在家里边还有很多苦等他十一年的亲人 更有十一年里每天都在思念父亲的两个儿子 这就要回到家中 十一年后亲人终于团聚 那将会是怎样一场感人的场面呢 三月八号 阔别家乡十一年的陈国荣终于回家了 还没有到家门口 已经燃放起了欢迎的报道 而此时 来自全国以及境外的几十家媒体记者和很多村民 等候在了这里 大家都想目睹离散了十一年的亲人们 再次重逢的激动场面 一行人刚刚走到院里 等在家里的亲人们 已经忍不住哭泣着将西里哥迎进了家中 堂屋里摆放着成功力的神 而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出去打工嘛 出去挣钱嘛 刚开始一两年他还打电话回来 打到家里来说 他有时候打一下挂一下 好像就是好像说 在外面没挣到钱 不好意思吧 不好意思跟家里联系吧 我嫂子以前也说嘛 他说 从来没有挣过多少钱回来 人家的丈夫都挣多少钱 什么的 他肯定是有一种很大的压力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一直想支持自己有能力 我看他的眼神 我看得出来你了吧 因为他到我家去住过一段时间了 他我就跟他说嘛 他就谈到过他想出去赚钱 想要回家 我先生也跟他说 那是也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的 我估计他就是觉得自己没兑现这个诺言 不好意思说 他出去在外面十多年 前两年还是有音讯的 我们家到后来 后来两年就几乎没什么音讯的 我们家人也是不但不能在找的 通过程国荣家人的一番讲述 在西立哥那忧郁而深邃的眼神里呢 我们似乎也看懂了他那沉沉的心事 但是对于程家人来说 只要他回家了 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了 夜幕降临了 来看望西立哥的人们依然没有离去 乡亲们忙里忙外张罗了一顿团圆饭 大家要为西立哥接风洗尘 高兴吧 记得有多久没有回这个家了吧 记得吧 记得吧 记不到哈 记不到哈 这两个是你小孩哈 是吧 这是西立哥回家后第一次露出的笑容 也是他和我们的记者第一次说话 这让人觉得特别高兴 或许是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可口的家乡菜了 或许是好久没有和亲人们一起吃饭了 西立哥的胃口特别的好 桌上的气氛也非常的融洽 一家人团圆了 确实值得高兴啊 而通过这件事 我们也再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力量 的确 没有他 可能我们就看不到刚才那温馨团圆的场面了 但是在我们高兴之余啊 这内心 却也有些担忧和无奈 西立哥在短短的时间内 在网络上迅速的成名 有人将它称之为一个传说 而通过这个传说和这种文化现象呢 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种让人不安的 普遍存在的精神空虚和无聊 很多人关心的 其实并不是一名流浪者的生存状态 而是热衷于在对一些无聊噱头疯狂的追逐和炒作 我想在这之前肯定会有很多人在这个宁波街头见到过西立哥的 但是又有几个人真正的去关心和帮助过他呢 网上热潮 潮起潮落 这来得快 退得也快呀 不过如果这件事能够让人们多关心一下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 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善待和尊重来促进我们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或许这才是西立哥这件事所带给我们的积极意义